大家來玩玩,大家來找叉 找得出這兩架滑航貨機的塗裝有哪邊不一樣嗎? 可以看到左邊這架貨機 機身上有分成上下列 大大的China Airlines字樣 一旁還有淺藍色的Cargo 右邊這架China Airlines的字樣則是縮小再縮小 而且已到了機位,Cargo也消失了 甚至華航紅色鑽客也不見啦 你沒看錯,這就是華航即將引進的777F貨機 日前在美國西雅圖進行試飛被捕捉到的最新塗裝 交通部長林佳龍今天證實 華航採購7架777F正在交集試飛中 至於這塗裝部分 有關於塗裝的部分 那還保留這個空間 來配合有台灣意向 能夠在新的飛機上 那目前是先把原來的China Airlines這幾個字 把它縮小 那等到全塗裝設計完成 華航會正式對外來說明 大家都很好奇到底是要增加哪種台灣意向圖 華航則先跟大家賣關子 僅低調表示 777F新機目前還在試飛階段 尚未正式出場 因為是全新的機隊 特別規劃全新塗裝樣式 新機隊塗裝到時會在正式對外公布 其實在疫情期間 華航因為運送員外口罩 引起華航改名爭議 令院交通委員會日前通過 中長期的華航改名計畫 段期因以不涉及改約 航權談判的飛機塗裝重新設計為主 像是取消或縮下China字樣 並加注台灣或台灣意向設計等方式 所以這次的新塗裝曝光 也難怪引起大家的高度關注 字幕製作 李宗盛 字幕製作 李宗盛